現在上班族努力賺錢 也努力投資理財 不只是想給家人過好的生活 也希望可以早點達到財務自由 但是這些投資理財的方式 真的讓人安心嗎 我們就來實際詢問看看 目前大概都只規劃 儲蓄保險的部分 那你知道明年保費要漲三成了嗎 哇 真的 我不知道耶 我覺得目前在生活的收支平衡上 都已經蠻不容易的 所以要達到財富的自由 那就更難了 我目前主要投資的方式就是定存 雖然收入短時間看起來 還蠻穩定還不錯 但是我沒有把握說 是不是可以對抗得了未來的通膨 那畢竟小朋友長大的過程中 也是需要做很多的學費跟花費 賺到錢對未來還是沒信心 尤其在這低利世代 總覺得錢越存越薄 不少上班族更透露 定存怕利率低 買股票怕風險高 外匯投資擔心市場波動 海外置產最怕資金回不來 到底錢該放在哪才能獲得最大收益 專家說用對方法就能提高投保 現在大家在考慮就是如何創造一個好的收益 所以都在看投保率 所以只要投保率越高的就很好 為什麼大家想做包租工 我只要總價買越低 加上現在政府貸款利率不是很低嗎 那我貸款再辦個30年 所以我每個月的租金其實就可以繳貸款 然後之外還有一些收益 用我自備款來算的話收益都有5%到8% 投保率是定存的5到8倍 甚至善用低利率 年輕上班族也能買得起 像我有一個例子 其實他身上只有三十幾萬 其實他一樣可以當包租工 對 他一樣可以買得起房子 因為台灣很幸福 台灣也有預售屋 所以他用30萬買了他人生的第一間房子 然後他買在比較好的地點 然後平數買小一點 總價買到最低 然後他在交屋的時候 他房子就先租人 然後租金去幫他繳了貸款 他就是以房來養房 每個月又能夠有一些零用錢 然後可以做一些 其他投資理財的規劃 那其實他五行中 就賺到人生第一桶金 尤其投資房地產最大魅力 就是這些年來 定存利率和房貸利率都在調降 買房成本大幅降低 相對來看租金利率自然升值 但該怎麼放準眼光 也得要有技巧 就是我們會選擇一些房價最低 然後他的位置必須在好的地點 在市中心 在大學城旁邊 在捷運站旁邊 在公園旁邊 所以我們現在假設你 台北跟高雄都有在辦全台 最賺的包租公獎座 讓你的錢能先賺租金 再賺增值 買到好的地段 然後為自己的下一代 從年輕就開始學會理財 低利世代只要用對方法 就不怕錢越存越無望 當不了股東就當房東 學習成為最賺包租公 為自己的人生增值 也距離財務自由更靠近一步